什么事都有个离奇呢 没想到 我们在景风盖儿没开 也是真好 咱们情话少许 华月中秋薄露 路上行人凄凉 小桥流水桂花香 日夜千丝万详 心中不得安静 清晨朗霸文章 十年苦读在书房 方显才高 不至广 还有昨天来 昨天说了一个当口相声 天王庙 也是使得这个定场诗 昨天是头一回赶压子上架 因为这个演出调动啊 这个人员调动不开 说没办法怎么办呢 说刘哲你去那边开个厂去 我说可以 我说来什么呀 随便吧 你只要是能让大家会喜欢 能让大家会高兴就行 我琢磨了那就当口里边 天风料我还算学的不错 我简单我说说这个 后边书都来了 头一场使了有四十分钟了 咱们简单简介一概吧 今天呢咱就别再说当口相了 昨天是没准备 今天呢咱们开一个小书 不大 这书叫什么呢 宋金刚鸭宝 这个书啊有听过的 这个有好几本 宋金刚鸭宝啊 马寿出世等等等等 这好多书都是连着的 宋金刚呢 是保镖的打棍 这打棍呢就是 压镖车 有这个匪人呢 结标啊 他得越重当先 就像这个大保镖里边说的一样 他是保镖的打棍 那要有这么一句老话 叫学会文武艺 货卖帝王家 帝王不买 卖于地下 那要哥过去 那个时代 什么人最吃虾呢 练武的 江湖人 跑到哪 他会把势 哎 你要是国家有用他的地方 他能为国家效力 他能吃国家 国家不用他呢 他看家护院 也可以 这叫吃一家 还有就是 保镖打棍 这叫吃一方 怎么叫吃一方呢 实际上是四方 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 但这四个方向 你说我武艺高强 我会得多 我不怕 我四个方向的标 我都敢接 那不成 为什么 奋重目 哎 往大了说 各方的英雄 好汉 不服你 往小了说 其他的保镖的 护院的 你得给人家留碗饭吃 咱们今天说这位 宋金刚 宋的爷 他是专保南路标 吃 南路标是哪呢 北京城 南的门 大兴 从大兴县 再往南 叫什么 八州啊 哎 就顺着往南 单吃南路标 你看保镖 护院 打棍 这里边也有这个 行规 哎 各行也都有规矩 这保镖的打棍 有什么行规呢 同样 您这个标车 打哪出 打哪进 只有一个地方 哪啊 咱现在说 广安门 西本 广安门环岛 哎 我俩圈 我在这经常走错了 哎 广安门 人家现在从广安门 再往西 同一代还叫这地名 叫什么呢 打棍营 这打棍营 就是过去保镖的打棍 所在的地方 这宋子爷在什么年代 清朝 大清朝年间 咱北京城 借用着明朝的这个地盘 离九万七 黄城寺 九门八眼一口中 非常的周正 这个北京的紫禁城呢 是这个景字形 规矩 在当时那个年代 北京城的这个规模 相当的明媚 相当的漂亮 当然了 现在咱北京城也挺漂亮 就是有些个这个 这个地方啊 还有这个环路啊 桥啊 容易让人家 不好走 哎 我估计大家伙也都知道 尤其是这个 西日门 是吧 有一回 我头面 好几年前了 我头盔走西日门 我不骗各位啊 我跟上 待着办公楼 我没拽下来 我没找着出口 这个咱这甭提了 哎 这北京城 这个都在建设 都在变化 过去北京城不是这样 好 漂亮 那也不是所有的地方 行人都能走 为什么呀 北京城 您看什么王府啊 骏马府啊 公主府 也都特别的多 哎 这达困人呢 达困在这待着 城里边 不需要 为什么呀 他怕有这个 造反的 过去清朝 有一个什么规矩 叫寸铁为凶 我让我上街 买东西 您这挂着把腰刀 哎呦 看见 啪 一边 哎 怎么了 你那什么东西 不许带 寸铁为凶 而且您得 保镖打滚 有多少人 有多少武器 有多少镖车 有多少路作手 镖名挂号 您好比说 就我出去 十七个人 走的时候 十七个人 标平挂号 好比说 带着什么武器 等等等等 写下来 您回来的时候 也得打这进城 哎 还得是十七个人 什么武器 都得对不上号 这是有规定的 而且呢 不管您去哪一个方向 都得从这打过您出 您不管说是往北边 是内蒙 西林歌乐 呼和浩特 或者往西 您说奔新疆 或者奔东边 我往山东 保一路标 南方 您都得打这出 您说我超个劲 东边奔山东 我打城门 出城不城 不城 不让你走 你还得转到这个 广安门来 就是这规矩 您说城里边 我家里边有钱 打财主 我养点 保镖护院 我弄五十把打枪 弄六万多大刀 我再雇那么几万个落座的手 这压标车 我再弄点标棋 好 那不成 您这别人要造反 是怎么的 这宋天刚呢 很高明的武术家 他这个功夫啊 还不是这个 一般平常的二五眼的功夫 很高明 讲究是高的高去 他也可以 轻功 这个轻功提供数 很简单 您说像现在电视里边演的那个 爬一下这边好飞出好几厘里去 那不太限制 也就是说 这儿有一墙 他这个肌肉韧带呀 很发达 比正常人跳得高 走对了 也就这样 还有呢 往小了说 讲究全打握牛之地 什么意思呢 我说这儿握一头牛 这牛啊 往这儿一待 这两个人在这儿打 不能出这圈 这叫全打握牛之地 宋天刚 保镖 讲究是 刀头上填血 这个行业 非常的危险 您要往安全了说 凭着他这个武规 凭着他这个能为 走这个男路标 还真没有人接 为什么呀 哪有贼 哪有贼 他心里面都清楚 他都知道 多少呢 给他点面子 他呢 在江湖闯荡了这么多年 得了一个外号 叫铁罗汉 宋天刚 凭着他这个能为呢 有的时候 本人都不用去 插着这标题 这放标 就能安全保下来 这个行业 很危险 弄不好呢 有可能就伸手易处 这么多年下来呢 攒了点钱 三十多岁 娶妻李氏 他可叫成家了 这一成家呀 这李的奶奶就跟这个宋子爷说 我说宋子爷爷 您看咱们也结了婚 这是用现代的词啊 过去不是这词 您看咱们也结了婚 您看您这个保佑的工作 是不是就不要再干了 平常您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啊 上上网 发上微博 这也是很好的嘛 宋天刚刚说什么叫微博 我也不懂啊 他说您呀 别再干这个工作 太危险 宋子爷爷说 您看我这这么多年 我就是练武城 啊 您说这让我干别的 我来不了 我不会 您看您要说打架 现在您看跟谁不对 您给我把刀 我当时能把他宰了 宋天海说那倒不用 您呀 跟标局里面说说 您这个行业 先去再干了 您看您也攒下挣多钱了 咱们呀 开个小买卖也好 我帮着您 咱们呀 踏得实实的过日 宋子爷爷一琢磨 这倒也是 你说 我又有个闪失 倒无所谓 人家这你的奶子 招谁惹谁 驾汉驾汉 穿机吃饭 人家图的是什么呀 好吧 我想一想 来 这说话三天就过去了 那么第四天头上 宋子爷爷来到标局 跟标局 跟标局底下这些个 保镖护院的吧 这些个 汤的手就说了 您看我呀 不想干 我呢 也接了婚 我想大得实实过日 开个小买卖 您看你们这嫂子呢 让我跟他呀 没事帮他弄了什么微博呀 哎就没管他还要开个网店什么 我得帮着他呢 都是现在的词 这些唱首一听 宋子爷爷 您别去 您看您走了我们跟谁呀 对 首先来说您看 我们这些人的武艺就不如您 二一个您这人的名数个影 您这个名声啊 在南路标已经打出去了 您听着我们几个人保镖 我们接不下来呀 这宋子爷爷说 我是真不想干 我觉得这个 我听人劝吃饱饭 确实是这么回事 我呢 他的实施的也挺好 我请您宋子爷爷 您别去 您好歹您说您在我们这 您是抵决啊 您这个 我们一般人来不了 您不能跟高鹤仔似的 他老开场 您这个 这个我是真不干 三说两劝也没劝动 哎 这个江苏人 有江苏人的规矩 您要退出啊 好像是说得叫什么 金盆洗手 具体的这个 怎么个金盆洗手呢 也 咱也没见过 我琢磨 可能就是过去 弄这么一个铜盆 里边有点水 找这个武林界的 有头有脸的人吧 然后比如说您像我们这儿啊 嗯 您就得把这个什么 邢文昭 邢先生啊 李文山 李先生啊 这个 于谦于老师 郭老师都得找来 谁呀就叫这意思吧 有头有脸的 当他大家伙着面 就做个咒 哎 您一洗手呢 这事就说我 怎么怎么样 我不干这个了 好 哎 这就算 这就算了 退出了 哎 哎 真不见 嗯 宋大爷 就从镖局子出来 出来以后上哪呢 跟李大奶奶一商量 咱们 北京 进北京 就在南边 签加至北京首都 呼 宋大爷一带着 李大奶奶一进北京城 好 开眼 没来过呀 您想他专持南路啊 他不往北边走啊 进了北京城一看 呼 灯红酒绿 那不一样 大城市 现代化的国际性首都 那能一样 是不是 十里长街 哈 过去没有 现在有 听说这个 长安街这个宽度啊 现在就飞机两架 起飞没问题 哇 就高兴 痛快 你说咱们这个 天天长安街 要都能以八十麦的速度通过 那将是多么快乐的事 这老主舍累的话 进的北京 因为 同一件事 住的旅店 没盘房子 为什么呀 打算带着你的奶奶玩几钱 哎 玩 吃 花钱 有钱 那保一抗标呢 银子上万两的证 吃 那北京城吃饭呢 讲究什么都一处啊 什么这全聚德呀 这这大馆子 什么进阳饭庄啊 什么都有 吃好的 那一般你想 这登楼票炒 二炒 咕的顿 这一般人家 花钱扯了去了 好吃的东西随便上 那什么建筑啊 麻豆腐啊 羊油的啊 好吃 敲点香酒 来点这个辣椒 我拌两碗米饭 我饱了 豆腐不离他不喝 喝灌的味 他为什么说这个 因为我就爱吃这个 他这玩意 去油腻 减肥 喝少了 吃之前呢 我是200斤 打吃上这些东西 我260斤 不这60斤 哪长出来 咱得甭说我 哎 宋子爷带着你的奶奶 在北京城就 吃喝玩乐 玩了这么些天 你的奶奶跟他说 宋子爷 您别再带着我这么玩 咱们得有个营胜 咱是不是打算就在北京城 长住下去 不要长住下去 咱们得干点 咱不能每天这么挡着 坐吃山空吗 宋子爷一咋吗 哎 也对 说那我干点什么呀 我跟您说了 我刨去这个保镖以外 我别的不会 披着奶奶奶给他出主意 您呐 正常 您呢到这个茶馆啊 九三啊 哎 德文书馆啊 您上这些地方 您多去 多去呢 您能多结交些朋友 多结交朋友呢 让他们给您出主意 宋子爷一听 哎 这道不闻是个办法 这家宋子爷心气来着了 都来到德游书馆了 他这里边一坐 哎 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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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出到北京 啊 跟大家伙商量的事 说我有本钱 我呢 想开个小买买 看您各位呢 哪位能烦牢脱窍 能给我找这么一个营手 哎 真有这么一个老成本达之人 嗯 宋子爷 您那别着急 还真有这么一家户户啊 要往外倒退 您呢 等我给您去商量商量 问问人家什么行事 您可别着急 啊 行 就等着这么两三天 哎 您还别说 这事啊 还真让他给谈成了 这叫什么呀 咱现在话说 这人就是个吃拼分 中间人 就好比这个 房 房屋中介这意思差不多 哎 您这边说 我五万两卖 那边说呢 跟人家说呢 十万两人家也能卖 哎 风仙他 正点 礼拜里呢 再这么一拆退呢 谁也不知归 就在哪呢 离那儿不远 咱们这北边 先头 先头呢 有这么一个 三间房的布店 这布店掌柜 咱们把这店倒地出去 哎 弹成了以后 交了钱 这房子可是归了宋子爷 那宋子爷 归就跟李大奶奶一说 这布店 我没干过呀 我不会呀 您得找人呐 咱们得来 这怎么干 您得给我出个服役 李大奶奶出了一个名 什么主役 老人 伙计 啊 什么掌柜人 写账子先生 一概不辞退 全都用这些老人 哎 好 为什么呢 一用这些人 他还耐心给您干 您多给钱 您也不是舍不得钱 行 到了目前 跟这些老人一说 我不辞退 你们 哎 我也不换新人 还用你们 咱们呢 好好的把这布店干起来 等我以后花了家了 有了钱了 我也忘不了 各位的好 哎 这些人一听 好好好 小新疆宋呢 也没说的没说的 我给您进入筋儿干 给您进入筋儿干 这布店可就算开起来 这布店 多了一半来的都是妇女同志 啊 这个年轻的 中年的上岁都有 哎 做个旗袍 做个小锅儿 什么的 哎 这个也就是多让两匹 少给两匹 或者说是来点骨头 也就这点事 可是这布店呢 人不用太多 哎 有一小伙计 有一掌柜 最多在有一写账的先生 这就行了 可是这布店可也不太好干 为什么呀 这个说女同志别不爱听 这有时候女同志容易斤斤计较 哎 这个一点小的得失 他都容易计较 你看这个布店 过去也有 小偷也爱找布店 为什么呀 人家现在这缘分 四十多度 日落 夏天 小偷都什么时候来呀 中午 中午等那写账先生掌柜的 都睡了 哎 往这一趴 睡着了 这小伙计呢 有主意 都有什么主意 拿一大长条凳子 往这门口一坐 这腿呀 往这轮筐上一搭 主要呢 你只要从我这过不去 或者你要从我这过去 我要醒了 哎 我就能知道 这会儿可就得看这小偷的本事 啊 您要是练过武术呢 更好 轻功提动柱 蹭一下这过去 这小偷得轻轻的 高踩腿轻落足 把他这卖过去 只这下卖过去 剩下的就好办了 那边屋里边去 捡得最函的呢 我们九丝罗 九丝纹的 良品 我这一架 这会儿 打里边往外走的时候 就得把这小伙计叫醒了 来 小子 别睡了 你怎么进来啊 别人 要 什么 不 哪来的 偷的 别人 要不要 不要不要 拿走拿走 我便宜卖给你 我从别的地方通来 我便宜卖给你 不要 你上我们这儿 卖便宜过来 不要不要不要 快走快走快走 你好好 你装了装了 我这好不上等的好不 不要了 快快出去出去 就给推育了 这脚一下台阶 牛脸又问他一句 真不要 真不要 想好了 想好了 确实 确实 你哪有那些废话 上去就一个嘴巴 好 牛脸他走了 小伙计还走 嘻 什么人呢 啊 偷来的不上我们这儿卖 要不琢磨琢磨 啊 我们这正经的买卖部 对不起 我们都要你的小道货 哼 指不定哪儿偷的呢 要我这儿偷的 唉 这就是过去 什么行业人 什么都有 宋子爷间间跟这布店里边 这么坐着呆着 李的奶奶就劝他 宋子爷 你可别在这布店里边呆着 他里边坐着 都是来的都是女同志 您这练武的人 啊 往这儿一坐 胸脯拔着 眼睛瞪着 鼓子吹着 赤子肉翻着 鼓子肉横着 您说有奶女同志还敢进去 是不是 唉 你听李的奶奶这么一劝 好 不去了 不去可是不去 三天两头的他竟跟家待着 他没事干 唉 可巧有这么一天 什么事 北京南城 南鼎 有庙会 那过去北京啊 一年到头 一年到头 千千有庙会 我可以就是什么呀 东边 龙不寺 西边呢 护国寺 唉 都是庙会 这个戴鼎的庙会呢 一共有四个 东南西北 东鼎 唉 都有 南鼎 西鼎 北鼎 都有 还有一个什么呀 金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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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 京西妙峰山 唉 这事实 这事实 金鼎 妙峰山 您各位记住了 凡是戴鼎的 供的都是谁呀 老和尔 老和尔不成 老娘娘 你这双狼我听多了 陛霞援君 就是老娘娘 您说对 就是老娘 就是什么呀 求子的 唉 过去烧香啊 还愿的 唉 没有子 都去找老娘娘去 您说过去呢 人就是迷信 你没子 你找老娘娘干嘛 你心心意愿呢 对不对 你十代个城 你买俩庞子 也不都有了吗 唉 就南鼎 现在的南城还有 就南鼎有 嗯 剩下那三个都没了 现在那家 还叫南鼎 这大鸿门 再往南 有这么一条 横着这条街 叫什么呀 叫南鼎村 还有这么一站 南鼎村 南鼎村再往那边 什么肉连厂 厂房 车间 现在都拆了 拆了以后呢 兴起了一个北京城 非常著名的小区 叫彩虹城 就是那儿 南鼎庙会 您要说 打城里边走的南鼎 您要说大小伙子 静心走 也得一个钟头 俩分头 唉 这宋子爷陪着 李的奶奶 小丫头 走 来的这个 南鼎 南鼎逛庙会 穷帮富帮 穷帮怎么说呀 看人 这玩意也热嘛 唉 你看看人 看花 这大胖子 三百多斤 羊口通似的 这个 这六百多斤 这跟孙岳似的 这个 这嘿好 这嘿 这漂亮啊 这好一百六十斤 跟刘哲似的这个 嘿 这一百六十斤 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 唉 买广告会 这叫苹果 复过了 新的年这会儿呢 这买位已经开得很好了 唉 这个街坊啊 也有这么几间房 也给倒退过来了 这个布店呢 起了个名字 叫龙顺昌布店 很好 有钱 唉 买 买点这个 这个女人用的 什么 这个 生活用品吧就是 哎 进这个庙里边烧香还院 打庙里边出来 送的爷走的头了 就打对面 来了几个年轻的小伙子 大的不过十七八九 小的也就是个十五六岁 过去清朝人讲的流辫子 他这辫子跟别人可不一样 正常老百姓的辫子是在后边搭了 他这辫子好 冲天主 朝天 如果他会气功 不会 他怎么能冲天 他编这辫子的时候 在里边拴了一根铁丝 哎 软铁 这辫头呢 别扎紧了 孙着来 系上这么一根红绳 把这辫子往上一掘 让人觉得他好像是会功夫似的 这箱呢 不在手里拿着 在哪儿啊 肩上扛着 在这儿走 哎走可是走 男人堆里边他们不走 过去走道 男女得分开 哎男女受受不亲呢 这些位 嘎杂琉璃球 男人堆里他不走 专门爱走女人行 不是少妇就是大姑娘 啊 你说这里边 这几位 坏 走还是不搁一边 嘴里还不闲的 哦 你看看啊 这里边好 哎呀 你看看 哦妹妹 来瞧瞧啊 别捧瞧 来来来来 哥哥给挡着点 你瞧 你瞧他们那个 那大胖子 哎他不是好人 你走那个 哎你走 去去去 谁不是好人 啊 别说我 谁不是好人 你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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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拉人妹妹少干嘛 哥哥 你就来那边 别让他拉你 哎 他就不是好人 我干 你别说我 你们家呀 今儿马上就出事 一会儿你们家就得着火 哎 说说你瞧这胡味就来了 哪儿胡味 哎瞧 我这儿就着火我这儿 他这乡 不拿着他 扛着吗 着了 送当时的正义的人 哎 行侠仗义 看不着这儿 眼睛一瞪 奔这鸡子可就要过去 张嘴就要喊 干什么呢你们 这话可还没喊出来呢 李的奶奶一拉他得够 大爷 啊 您是又要管闲事了 啊 大爷我可得劝人两句 这是什么地方 天子脚下大方之地 这是有王法的地方 这叫北京城 这可不是您在标局的保镖护院的时候 啊 您刀头上填血 今儿砍死一个 您儿杀死一个 您那是为了保镖 这倒不长 这是有官府管着的地面 您现在是平头老百姓 人家可也是平头老百姓 您呢管不着人家 现在也已经这 哎 确实是 有道理 我确实管不了人家 这就应了这句话 家有贤妻 男人何愁不在外面做横事 这李的奶奶 申明大义 明白 把这宋子爷就给劝住 好吧 那就不管他们去聊 我知道 没看见 说着话就往前走 就来到这个茶摊 过去的茶摊 一大桌 大碗 也不讲的像咱现在什么这个小盖碗没有 就大碗量的快 痛快 大碗 送大爷前递过去 来三碗茶 走练湖的人 走热 也渴了 咕咚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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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茶喝下去 把这碗往这桌子上一搁 我说 我说 大爷 您说 什么事我这伺候着您呢 刚才 这路上 有这么几个人 这是干什么的 大爷 您说那几个人 咱这可惹不起 哦 怎么还惹不起 哎 这人家有背景 他有什么背景 人家可不只是这十几个人 人家好几百人呢 好几百人 好几百人 他是谁的背景 嘿好 你说这位 那可了不起 这人 这人就 这人叫西霸天 西霸天 西霸天 咱们还出了个西霸天 他霸的是哪门子的天 哼 北京城是有王法的地方 咱们还出了个西霸天 我说大爷您可别人 您要让人家听您 这事完不了 好好好 清了清了 大爷您慢走 往前走 往前走 西霸天 出了个西霸天 宋金刚自可在嘴里面念 就念着他这时候 大后了 嘻露呼噜嘻露呼噜嘻露呼噜 这十几个人又冲过来 大奶奶一看 这是怎么的了 宋金刚回头抱怨一动 啊 原来是这样 杏子奶奶一看坏了 这事儿了 完不了 好